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间的网友们大家好啊 视频发完了 一天的工作 就算结束了吧 电脑收了 下来透一下空气 这天空全都是乌云啊 可能要下大雨啊 等会儿 刚刚都 飞了一点小雨 但是 就下了一会儿下了几颗 可能等会儿要下大雨 下吧 到新疆这边来 这段时间都是热 下的雨凉快一点 但是今天都特凉快了 比那几天好多了 因为今天没太阳 因为今天早上 我们不是起得特别早吗 跑到下面渔村去买了一条鱼回来 这还放在这里呢 这还没有做 因为回来 今天我要发视频嘛 现在视频也发完了 也到了中午了 咱们还是把这条鱼拿来给做了吧 这鱼都硬了 这腰都硬了 因为 也有一个多两个小时了吧 差不多我们买回来 因为在那里 那个 老大娘帮我们把内战给去了的 这样回来坐着方便一点 这车上 那地方也窄 对不 杀也不好杀 这个小样就在那里 他不敢下去 因为没发货 咱们把鱼拿到外面来剁 因为车里面 站的到处都是 在外面 一个大的空把子 剁一下 没事 菜板太小了 啊 今天这种条件不错 所以说我们就在外面的炒佐料 把佐料炒好了 等会儿再端到里面去煮 这样里面就少一点油烟 今天做的是酸菜鱼 虽然说名字叫酸菜鱼 但是我们还是放了挺多泡辣椒 干辣椒 酸菜 花椒 大蒜 还有姜 还有姜 这些东西还是放的比较多的 味道还是有点辣 他只能说不是红汤 是那种酸菜的 都熬一下 把这个佐料给熬香了来 整会儿再到忘情水 嗯 这个味是真的巴适 好了 不开玩笑 好了 端过来了 注意到不要烫着喽 看一下 这点还能倒凉不不 怕是倒不了了喽 这么好的菜我也要火点沙 筷子 倒得了倒了还有多的 哈哈 哈哈哈哈 倒满 倒啊 倒倒 嘿嘿嘿 倒不了了 我喝这一杯吧 满了一点点 毫不客气哦 这个满了一点点 我害怕 打到 这停在 停在这个湖边 博士同湖这边 有安全 今天又不用开车 你看 真的是 平时老看着他一个人喝 我都喝不了 今天好不容易 不开车 先喝点汤 你也喝吧 先喝个酒了 我酒都还没喝 就喝汤 喝啥汤 1 2 3 泡泡泡 来吧朋友们 真满白酒 开始喝 嘿嘿 我喝了两口了 主要是 一看就 滋生的 喝白酒的 对不 一般都是先不吃菜 因为那时候嘴里面的味觉 是最凝的 你吃了菜之后 就有菜的那个什么 辣味香味 把口腔给围绕了之后 你再喝白酒的话 喝出来有的时候 那个味就变了 为什么你看电视里面 演的别人那些品酒师 啥的 他都不吃菜 来干一碗汤 就喝酒 什么都还没吃 就说那么多话 别怕我两口子以前在 长江里面打了 十多年的鱼 真真正吃这个鲰鱼的话 我们自己打的 也没有吃过多少次 因为 那时候以捕鱼为职业嘛 就是养家福口 像鲰鱼这些的话 不知道其他地方是怎么样 在重庆 那一片 长江里面的野生云那时候 几年以前 两三年以前 这种鲰鱼就是 一百块一斤 像这种三四斤 四五斤的 有的时候卖一百日 所以说唠叨起了 都想着 卖票子了 都舍不得吃 像这边便宜 十五块钱 一公斤 等于七块五一斤 七块五一斤的话 在我们那些地方 饲养的都买不了 对 所以说这般人 喜欢吃的话 在这里住两天的话 就天天去买的吃 换着口味的吃 换着 换着品种吃 换着它这个 是野生的 因为 我们干这行当干了这么多年 教朋友们一招吧 这个鱼也刹开 这个鲰鱼 大口粮 它这个皮和肉中间 没有一层那种黄颜色的油 也是呢 它找东西吃绝对 对不 饱一顿饿一顿 饱一顿饿一顿的 它不像饲养的每一顿都能吃饱 饲养的话 这个皮和肉 这里有特别特别厚的一层油 而且它颜色都不一样 对颜色也不一样 还有它的粘液 养殖的粘液也没有野生的粘液多 这鱼是野生的 还有它体型都不一样 野生的修长一点 价格也特便宜 太爽了 这么大一条鱼 那个 那个应该是叫大梁吧 对吧 别人71岁了 大梁 三斤 他说就拿20块 我还给了他23 嗯 真的 来再走一个 也不容易啊 每个行当都对吧 这么大年纪的71了还打云 这行当也辛苦 舒坦 慢慢的干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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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